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2021年直通WTT系列赛 即奥运模拟赛南洋战 接下来您看到的是 本次比赛最后的压轴大戏 男子单打的决战 由樊整东对着喜新 樊整东和喜新 对于广大的乒乓球迷来讲 确实那都是偶像级的球星 那么喜新1990年出生 今年是31岁 到目前为止 喜新已经获得过 18个世界冠军 那么樊整东比喜新小7岁 97年出生 今年24岁 但是已经获得过 11个世界冠军 尤其是在世界杯单打当中 樊整东已经实现了四连贯 那么这两位都是 即将征战东京奥运会的 中国男队的主力选手 那么其中喜新要身兼混双 和团体 樊整东是打团体和单打 那么从这次比赛来看 许新和樊整东的状态都不错 尤其是许新 因为许新在上一战 新乡战 它是爆出冷门 在小组比赛 是2比3输给了 来自海南丹州 2005年出生 只有16岁的小将林诗洞 小组没有出现 但是这一战当中我们看 喜新是状态迅速地回涌 前面是一路过关斩将 表现不俗 那么从这次整个单打的进程来看 就是喜新呢 他跟马龙都是分在了下半区 那么第一轮是轻松的战略 刘丁硕 接下来又击败了实力派的梁敬坤 因为梁敬坤作为大胖 也是国家队当中绝对的主力选手 甚至被很多球迷 称为中国男队的扫地僧 就是他的实力 实际上是相当强劲 随后在半决赛 他是战胜了大黑马 徐琛浩 也是报了去年 零水奥游模拟赛的 实力的一箭之筹 好 比赛马上开始 首先是樊正东发球 那么这场球呢 这两人的打法 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 我们都知道 喜新是左手的纸板打法 纸板反交 而且呢 他的这个 纸板横打这个技术 在最近这两年 也是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这个就是喜新的特点 就是说正手 喜新呢 被称为天下无双 一旦侧身 大家看一下 动作极其的舒展 全力暴冲 这一板杀伤力太大了 而且角度很刁 实际上对于 樊正东来讲呢 喜新的特点呢 他也是心知肚明 因为打这个左手的纸板选手 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大家都非常明确的方针策略 那就是要压制喜新的这个反手位 虽然喜新现在也可以这个纸板横打 但是毕竟呢 跟横板的这个反手位相比较 还是要薄弱一些 也就是说 掉他的正手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掉正 掉左压右 掉左压右 就掉他的正手 因为他是左手横拍 掉左压右 樊正东呢 从以往跟喜新的交手成绩 还是占据上风 到目前为止 正式大赛的成绩 大概是14胜8负 连续的白短球 这两年横正东的成长呢 也是有目共睹 现在已经成为了新一代 中国男子乒乓球队的领军人物 从这个马龙手上呢 接过了大旗 以往啊 虽然他对马龙的这个战绩 明显落于下风 甚至有一段时间是一边倒 但最近这两三年 他对马龙呢 开始打翻身仗了 好的 漂亮 相对来讲呢 如果说从双方的技战术特点 樊正东呢 是最流行的这个主流打法 横板 胡权结合快攻的两面打法 他的反手体系 应该说是目前当今世界第一 好球 所以揭发球啊 樊正东还是要尽可能控制 但是进攻的第三版出戒 喜新呢 可以说是这个新大球时代啊 这个纸板的引领者 而且呢 他将这个纸板的精髓啊 就是传统的这个优势 发扬光大 另外呢 在这个新大球时代呢 他又能够结合自身的特点 因为喜新呢 如果说从这个传统纸板来讲呢 他有点另类 因为他不计退台 他的中远台的相持啊 能力非常突出 对上全球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好球 轻松地回到了许新的正手位 那么樊正东呢 从他刚出道 就是他的反手体系是 独树一指 基本上很多球迷把 就是樊正东这个反手啊 就当这个正手这个体系去打造 反手特别爆 有着强大的实力 不单是拧拉技术 包括在这个相持的过程当中 他的反手呢 同样呢 甚至跟正手可以完全对准 最近这两三年呢 樊正东的这个变化 一个就是在于心态更成熟了 随着年龄的增大 第二个呢 就是从技术环节呢 他这个小球的处理 尤其是正手短球 这个揭发球能力 有进步 调打 这就是樊正东的反手 你像这个正手的一般线 刚才是一个中路一般线 无法形成沙板 樊正东可以很轻松地化解 反手还能回到一个大角度 这个机会球可惜了 樊正东 樊正东局点 连续控制 还是樊正东主动上手 11比5 这第一局呢 樊正东啊 还是比较轻松地赢下 樊正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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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船 樊正东 林昌为洗心指挥的是陈启 樊正东 樊正东 为樊仁东指挥的是王浩 其实随着乒乓球技术的发展 尤其进入到现在40加的 打球时代 对于纸板打法的空间 是越来越小 不像早些年 那么在许新之后 虽然我们国家队当中 也有几位 难对的纸板选手 但是他们都没有鲜明的特点 都无法达到许新的高度 所以很多球迷就认为 这个许新是目前 纸板最后的荣光 但其实我们不希望这是 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 就是希望这个纸板 还是能够有传承人 在不同的时代 都会有风云人物 这就是梵振东的特点 他打球就是两边的角度特别大 很精准 刚才这个反手斜线都擦白边了 在上一战新乡战呢 梵振东是进入最后的决赛 但决赛爆冷输给了周启豪 这次呢再次的杀入南丹决赛 连续进攻 好的 好的 起先呢跟梵振东对决 一定要将这个纸板的优势 尤其是前三板的控制 那么这个优势一定要放大 不能让梵振东呢轻易地上手 这段不错啊 无论是发球 还是前三板的控制 给梵振东带来一些困扰 这个球我们看梵振东很聪明 刚才呢批长是推了一个圆脚 推到许新的正守卫 梵振东呢 在这次比赛的这个单打前三轮 首先是轻松战胜张玉东 接下来呢淘汰了林高远 那么半决赛呢 是击败了2000年出生的王楚清 漂亮 其实纸板打法像洗心呢 这样的打法观赏性是非常强 好 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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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炮发了一个正手短 漂亮 一个追身 再一个正手位大脚 因为纸板选手还是非常依赖旋转 但是进入大球时代之后 对旋转的影响太大了 这个旋转呢 比以前这个小球 至少要减少了将近四分之一 旋转不那么强 那么这个发球的优势呢 就减弱了 都回来 继续放高球 还有 再刹高球 看看双方的表演 确实这样的场面呢 这个球迷啊 是喜闻乐见的 反攻 哇 简直 这展现了世界最高水平 因为喜新呢 作为大蟒 他的脚步啊 满场飞奔 极其的灵活 又升高马大 连续放高球中旋 最后再反攻这一板 但接着第二板呢 还是因为角度过大 这乒乓球这种改革 就是进入到这个 大球时代之后 的确这个回合 明显增加 以往球速太快 有的时候呢 观众还没看清楚 怎么回事 这已经得分了 那现在呢 这种对攻的场面呢 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了 这样有利于 乒乓球这个项目的推广 跟我讲识 放短球 漂亮 继续来 但是我们看到 凡振东面对这样的机会 绝对毫不留情 狂风暴雨般的进攻 就不给喜心这个喘息的机会 因为喜心它天生 与生俱来 就有着出众的手感 所以我们看到 有的时候身体 这个重心失去的情况之下 它可以凭借它的灵性和手感 打出一些高级球 甚至一些神球 但是凡振东对喜心太了解了 知道他有这样的绝活 好的 我们看现在凡振东 打得还是游刃有余 因为纸板呢 我们说过跟这种 横板两面弓 主流打法相比较 天生啊 还是在凡守卫 有弱点 这个没有办法 再加上呢 因为又是队内的比赛 队友之间太熟悉 所以喜心的一些特点呢 包括他的手法 凡振东呢 可以说是完全掌握得清清楚楚 好 好 惨 好 好 好 7比9 起心现在的反手技术 基本上也就是横打 很少这种推挡 反正东要暂停了 因为推挡基本上只是纯防守 横打的话带有一定的攻击性 这种方法是最好的 刚才这种踩手我给他打脚 绝对比较安静 绝对说我不要跑 正常拉着后面挣钱 他就是这么靠着你 绝对半块挡着你这种不经意的说 给你一下给你一下 其他就是他没有一般 他就放过来 我发出一种发球 如果发到太久 就不想我 做长的好 我说毕竟就拿到个小三角 就不怕我带房轨 房轨翻轴 人家里面还要带着 顾一下 最后把我插一下 看个换一下 把我逛过来 自己看这个发长 拿到美 看你回来我这样 这个就是说 那每个人 这个人也没 然后我后面也 好 这样 好 可以 我给他正手 啊 啊 啊 哈哈 非常好 其实对樊振东来讲 他的接发球 还是更习惯于反手先上手 正守卫虽然现在增加了一些手段 但并不是他最习惯的一个上手 应该说是这个接发球上手 他最习惯最擅长还是反手 这两分我们看 洗心都已经是通过自己的发球 咬住牙关追平了 洗心很聪明 他尽可能地不要给樊振东 反手拧拉的机会 漂亮 发球抢攻 这个球樊振东的意图非常明显 你像这个半长球就给你许欣上手 然后反冲 先控制一板 好的 洗心也是针锋相对 看一下 侧身爆冲 冲到了中路 发球 发球现在基本上就要发正手短 对 发正手短 你让樊振东去摆短 或者劈场都不怕 不能让樊振东反手率先给拧起来 毕竟你摆短只是控制过度 没有攻击力 这样的话 许欣 12比10 赢下了第二局 双方战成1比1平 这一局还是许欣在7比9落后的情况之下 实现了逆转 接下来的时间大家的掌声呐喊声更热烈 我相信比赛一定会更加精彩 在局间上市休息的时候 大家在动场面 现在也平静 觉得还是更加开 美联套球 大家喜欢这一局 现在 好 我说 那地方还小说 那地方呢 有人点到这种进步 人就能让他几个家 你能让他几个家 你能让他几个家 要么就再表达 没有 总之说几个头 他们都是围一吗 围一是围一是围 对我马上去 来我感觉 是围一是围一是围二是围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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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围的 好 还好 看看这个 大差一点 对待 没关系 我包中间站住 就自己在打得很好 超长 反过来 还不错 还有一个 我 如果 对 好 是围一是围一是围ствен 广逮窝 特别 还要把它 端部 我 瞎 端部 对 端部 端部 还端部 对 对 加油 對 我們送給你拿這個 做法就不夠 好 比賽 比賽 環振東大球 別說到環振東 現在大家的印象就是 有力量 技術全面 但是相對來講 就是再全面的技術 他還是有自己的王牌技術 這就是他的反手 這殺了一個追身 所以這兩位名將 由於相互之間的特點 都是了然一胸 關鍵就是看臨場的制約反制約 控制反控制 我能否將對方的優勢技術控制住 延續的白短 漂亮 喜新側身殺直線 喜新一旦像這樣的正手 基本上是一板過 極具穿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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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自己本身 Gueye那麼好 極具穿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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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点线路变化 刚才这个放圆脚 放得太狠了 出界 快 快 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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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哎 走 好 所以对写心来说 就是能否掌握比赛的主动权 关键还是看你这个发球 能发出怎样的质量 这个球樊振东有点着急 如果说写心能够发出不同的旋转 又比较具备迷惑性 就是让这个樊振东 对这个旋转的判断不清楚 或者有犹豫的情况下 那写心就有机可乘了 联系白短球 纸板选手应该说在这个手腕 手部的这种灵活性上会更好一些 这跟握拍方式有关系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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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这个球 樊振东 我们看到面对许欣的 第三板的挑打 刚才应该说整个准备 是非常到位的 这就我们说的就是 对这个队友之间 尤其是主要对手 他的这个第三板的习惯 包括线路 那都是有研究 五比七 五比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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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场球对许欣呢 他这个控制呢 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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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心实现了反超 这段对樊正东的也是考验 一旦遇到了严密的控制该怎么办 这看得出来 樊正东现在有一些急躁了 也就是说一直没有机会上手 他的进攻实力展现不出来 所以有一些看似机会 强行上手就容易出现失误 好 加油 小心暂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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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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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